年轻人买房首选树枝药 合发 平科与人武航泰正中心 步行就到九曲堂火车站 学校在旁小孩上课免接送 26%超低公社比 扁缀垃圾车专人收包裹 全平面车位 树枝药最懂你所要 买房就来树枝药 07-652-1555 652-1555 欢迎收听潜能无限 这是我们的全新计划 潜完水后的潜点美食 会有这个计划是因为来自网友的留言 希望我们可以介绍潜完水之后 能够在潜点附近吃的美食 所以呢我们会找相关的一些美食达人 来跟各位介绍或者是分享 这些关于潜点附近的美食资讯 好那接下来我们会以短篇的形式 不定期的跟潜水好朋友分享 所以准备好了吗 就让我们开始我们的潜水美食之旅吧 潜完水之后要去哪边吗 那意味着那应该就是中餐或者是晚餐 对不对 那所以在东北角你们潜完水之后 有什么觉得可以推荐给我们这些前友的这些美食地点呢 我还是从潜进工人周遭开始聊 好啊 潜进会绕到刚才早餐的地方 就是瑞芳车站 瑞芳车站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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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一家福哥牛肉面 对对对对 那转脚口嘛对不对 对转脚口 那生意蛮好的 对对对 呃来说的话你说它特别好吃我觉得是还算可以啦 喂喂喂 是不会说很难吃 但是就是遇到潜水员 刚潜完两只潜完三只的时候肚子很饿的时候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而且他的辣椒有辣 我又不吃辣 哦对 那这样心底知道吗 他的辣椒很辣 你没吃过那一家 有吃过 可是我觉得还还没有 就还没有到你觉得合格的标准 就以辣椒来算没有到我觉得深刻 但是我觉得他的辣椒不是 不是那种死咸的辣椒 他算是蛮香的辣 对对对我来说我已经算是辣辣的 哦因为你们是吃甜的啊 加砂糖 加砂糖的台南人 哈哈哈哈 那你用牛肉面跟 卤菜的话 他卤味好 对CP值还蛮高 我觉得可以去吃 对对对 然后还有他那个 我觉得他那附近的那个龙凤腿也行 买十重衣 有的时候我都会买一堆回去慢慢啃 嗯如果没有吃过的话 可以去排一下队 就是 我不晓得 我就遇到那种想要排很多队的 就是我会有点却步 我会不想排那么久 嗯 所以可能是没有人的话 我可能会买一个几只来 塞塞牙缝之类的 但是吃太多汁 我会觉得有点 有点腻 对对对 因为他外面包那个油膜 油网 啊 对 所以事客很多的话会有点 对没错 嗯好 那在玩里面走一下 他那个瑞芳的美食广场 我觉得有一家 东 咸冬瓜猪脚汤还不错喝 哦 对他是属于那种 比较清淡一点的猪脚 嗯嗯嗯嗯 不是那种红烧的 那美食广场里面 其实也蛮多吃的 我建议网友不妨去那边逛逛 一定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啊 嗯 那重点是他里面有冷气 哇重点 对 潜玩水的夏天 哇热到四 大粒干 小粒干 它是有点半开放式 所以冷气不会说到很冷 但至少 在那么大热天 你到那边坐着吃的热汤或干嘛 其实还可以 不会热到那个地步 嗯嗯嗯嗯 而且对女生 对女性潜水员来讲 猪脚很好 丰富的胶原蛋白质 养颜美容固消化 真的吗 对啊 但是我吃猪脚都是 我永远吃皮肉都是给室友吃 真的吗 猪脚能够有什么肉 猪脚有肉啊 猪脚只有骨头不是吗 他他是也还是有分小腿跟那个 所以他这个猪脚不是爪子 是还有蹄膀或者是腿裤吗 对对对对对 可以选吗 好像是不能选 不能选 对但是还是有肉比较多的 有肉比较多 嗯对 ok好 所以他开的时间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对 算蛮久的 如果前到晚上 还可以去吃一下宵夜 嗯还不错 对对对 ok 好那个美食广场里面还有一家是胡椒饼 也是超多人排队的 哦 我们吃过 啊所以他也是 他是什么白天 早上开下午开还是 我记得他也是开一整天 也是开一整天 对 ok 只是就是卖完就没了 哦 所以不一定那么晚 就是反正结束了他就休息了 对 ok 但是这还蛮方便 就是带上就可以走了 对 然后在车上边开车边吃 啊千万要注意油不要喷的满身都是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有的时候开车回台北 然后呢像这种饼 有的时候经不起他的诱惑 我觉得很香 但是呢 有的时候刚拿到热腾腾出炉的 一口咬下去之后喷汁喷到方向盘身上都是 超火大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我超有经验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克制那个想要买他的冲冻 还有另外一个我要我要在PS一个的 就是那个花莲那个真是 那个叫什么爆浆 爆浆葱油饼 我每次去吃都会中奖 都会喷到身上 但是又没有办法克制 就一定到那边就会停下来 然后在银行旁边停下来 然后走进去箱子里面买 没有喷到挡风玻璃全部都是就好了 没那么夸张 顶多就喷到方向盘而已 他是多能喷还喷到挡风玻璃 我不晓得啊 又不是猪楼金公园 体力体力好的话就能喷到那么多 那个蛋的体力不好 哈哈哈哈 好好吧 好回题 用理题了 好来来来 那我们那个胡椒饼之后呢 呃 有啦 这个大家最喜欢的 应该大家都会有去过的水饺店 哦 八斗子渔港旁边的水饺店 啊 春兴 对 就一定要排队的 哦 那个老板娘对前选超好的 啊 是哦 对啊 因为你一次去都五百颗 没那么多啦 大概就一两百起跳啦 啊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叫太少 他还会来关心 最近怎么了 身体不好吗 千万不要显肥哦 年轻人 一两百颗是几个人是 一百个就一两百个 大概就两三个嘛 哈哈哈哈 不行 我一次只能15颗而已 不是他那个 我觉得春兴水长 他的重点 之前 我终于知道他的秘密在哪里了 以前都觉得他很好吃而已 但是不知道他各种秘密是什么 后来我最近教的一个学生叫小花的 他也是另外一种美食达人 他的美食是 他的美食是自己自己 自己下厨做出来的 他吃完之后 他给了一个评价 我马上点头如刀算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没有啦开玩笑 我们没有广告 我们希望有广告 但目前没有广告 好 春兴水饺的水饺皮 它不是水饺皮 它是混沌皮 你们有知道吗 知道这件事吗 春兴水饺之所以那么好吃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用混沌皮 不是水饺皮 所以它不能够滚三次 放冷水下去什么什么 它会烂掉 对 它只要开了就可以吃了 真的 它的秘密就是因为 它是红油超熟的那种做法 比较厚一点的 不 它的皮就是那么薄 它就是拿馄饨皮来做水饺 可是馄饨皮有比较薄一点的 它就是薄的 所以小花它吃了之后 马上说 我知道了 它是用馄饨皮 然后我们就毛色炖开 春兴的秘密就这样被我们破解了50%了 所以就问了一下老板 下次去 没有不敢问怕出不去 另外50%那就是它肉馅的秘密 这个我们怎么样都不会知道的了 好所以春兴水饺 春兴水饺值得推荐 但是千万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它11点开 然后也是到晚上 但是如果你通常潜水结束是 一两点以后的话 你可能要等最少半个小时 你才会轮到你 然后它礼拜一公休 所以千万不要跑空咯 尤其停车的时候 要特别 去那边停车的时候 不要停在它的店门口或店前面 因为会由警察来检举 有人会开单 有人会开单 那边停车 现在还好啦 它后面一点点开始有一个收费停车厂 所以那边现在比以前好停一些些了 对 好当我们吃完春兴水饺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走 还有另外一个中餐的好地方 它在也是在八斗指鱼馆的对面 那刚好如果你是要去朝进 从快速道路往朝进的那个那条路下来的话 你会经过一个小菜市场 那菜市场的路口有一个叫 秦香小吃店 那那边的面食啊 乳肉饭啊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清炭类的海鲜 我觉得还不错 吃初饱的话可以去那边吃 我觉得它的料不算特别优 但是就是很新鲜 就吃原味的 就吃海味的感觉 对吃海味的 那一间可以推荐 OK 所以今天为各位介绍了 瑞芳的福哥牛肉面 阿霞龙凤腿 还有市场里面的咸冬瓜猪脚汤 以及福州林胡椒饼 那再来呢 就是八斗指的春心水饺店 以及秦香小吃店 那各位前游 是不是听了肚子里饿了呢 说不定这个周末 你去潜水结束 就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探访一下哦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了 那还有更多的美食 请期待 我们在下一集为各位做介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